弟兄姐妹平安 两个礼拜休息了 现在又回来上班 好 今天我要从不同的角度 跟大家分享 分享什么呢 主要我要开始分享基督论 到底我们相信的是谁 基督论 基督论我会从这个使徒信经开始 我们大家都每个礼拜 几乎都在朗诵的使徒信经 到底使徒信经是怎么一回事 使徒信经一共有12节 或者是12条 有记录的是在主后140年 根据报导 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之后 因为有大量的基督徒受洗 归入神的名下 这些使徒希望有一个统一的教导 所以每一个使徒就贡献了一条 所以一共有12条 很有意思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感应 为同真理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死埋葬 将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升天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的公知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这12条不是我分的 这12条已经定好了 就是这样子 今天我们来探讨 主要的是前面 七条 第一条 最关键的就是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首先我们来到主面前 我们要宣告什么呢 宣告我们相信上帝的永恒的存在 他的创造和他的全能 这一点 对我们服侍的弟兄姐妹来讲 事关紧要 好像刚刚金正在分享到 整个崇拜的结构 特别是当我们决定要到世外 去崇拜的时候 整个设备 我们当时 对我来讲 我只相信一点 就是全能的父 我说上帝你行 你行 上帝怎么做呢 就吸引了很多弟兄姐妹 大家一起来做 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中心 这个当你在朗诵使徒信经的时候 很重要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相信的不是什么 我们相信什么 我们是相信谁 就是你相信的对象是谁 这里他讲到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这个性质很关键 我很喜欢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 他讲到 神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 神已经显明在人心里面 神已经把这个认识他的本能 the ability to believe ability to understand 这个本能 神放到我们里面 所以当我们 既不是他的时候 很自然的话 我们心灵的深处 会有一个印证 yes 你会讲yes 神可以 是一种 人所能知道的一种直觉 是一个intuition 很多时候 弟兄姐妹会问我 你怎么会 这样想 怎么会这样计划 我说这个都是什么 祷告的时候 有这个intuition 这个intuition 不是说百分之百 准确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的intuition 就是从这个祷告来的 好像要到世外崇拜 我们的intuition 就是我们必须要 现场敬拜 很自然的 我们就会知道 上帝在我们当中 这是第一条 事关紧要 然后从第二到第七条 主要是 讲到耶稣基督 基督论的 整个框架 就在这里 很有意思 第二条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感运 为同真理玛利亚所生 因在本丢比罗多手下受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死 埋葬 将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里扶我 生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神派化了死了 这个是一个基督论的轮够 所以我 以后几个礼拜 如果神允许的话 我会深入去 去探讨 这几点 今天我们来 思想一下 整个他的一些 introduction 整个大体 整个基督论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第一点他讲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当我们 讲我们相信 主耶稣基督 这个主耶稣基督 这个是正确的 称呼 你可以说主耶稣 你可以说耶稣基督 你可以说 但是 使徒信经那边 一开始 他让我们知道 我们 应该怎么称呼 我们的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 My Lord Jesus Christ 当你说 你相信 主耶稣基督 的时候 很自然的 你再承认一件事情 耶稣是你的主 什么意思呢 当你说 耶稣是你的主 我们很多时候 只是嘴巴 口头上讲 心里面 有没有承认 未必 为什么呢 当你说 耶稣是我的主 的时候 一件事情 必须要发生 你必须要 把你的主权 交给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是在掌控 你的主权 特别是 你的云南户口 你的私调部 你的钱财 最重要 到底 这个钱是谁的 当你说 我信 我主耶稣基督 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承认 一件事情 我的房子 不是我的 我的工作 是神给我的 我的家庭 是神给我的 这一切都是 主耶稣基督的 这一点 我觉得 当我们在 念使徒 信经的时候 希望我们 有这样的反思 当我们讲 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很自然的 你承认了 一件事情 耶稣是 你的救赎主 耶稣是 旧业所预言的 受告者 神的受告者 整个称呼 主耶稣基督 这个称呼呢 是一个怎么样 是 换句话说 你不能够挑 当你相信 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就是必须要相信 完完整整的 耶稣基督 是你的主 这个不是 我们可以选择的 这个是 使徒们 所定下来的 好 在这句话里面 有一句话 比较难解释的 就是上帝的 独生子 我们怎么了解 耶稣基督 是上帝的独生子 英文他讲 only begotten son of God 当时候 除了这个 Apastor Greek 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 Nesini Greek 他们叫 Nesia Greek 这个信条 他在 信条里面 他称耶稣基督 他讲 begotten not made 怎么讲呢 换句话说 在约翰福音 第一章 第一节 太处有道 道有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个道是谁呢 到了第十四节 他讲 道成的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 他的荣光 就是 父独生子的荣光 好了 道就是父的独生子 然后到了 四七节 他讲 律法本是 从摩西传的 唯有恩典和真理 是耶稣基督来的 所以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就是这个道 然后第十八节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只有从 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好了 独生子 到底独生子 跟父神的关系是什么 绝对不是biological 不像我们现在 我有三个儿子 不是这个关系 他这个关系是什么 是个形容词 OK 这个是个形容词 begottenshan only begottenshan 这个形容什么呢 形容耶稣基督 在约翰福音 第十章三十节讲的 我以父缘为义 形容耶稣基督 和神之间的一个关系 形容耶稣基督 和父神的一个永恒性 他们是共存 共存的一位神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你去读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怎么读呢 太初有神 神与神同在 耶稣基督就是神 所以从这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 我信 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这个带给我们 怎样的一种关键 时间到了 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 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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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